有位粉丝在后台给我私信说 我和老公结婚三年了 感情虽然不是烈火朋友的那种 但至少还能够举案行为 可是最近啊 我总是发现他行为举止 古里古怪的 我觉得他在外面有人了 可是我又找不到什么具体的证据 你帮我分析分析 那我想要对这位粉丝说的是 你说你已经结婚三年了 可是你没有提是不是怀孕或者生孩子了 女人在怀孕和生孩子以后 情绪会很不稳定 另外一个就是 你说你的老公他的表现很古怪 但也没有提他具体是在哪些方面很古怪 所以啊具体的 小罗也不知道你的男人在外面 是不是有了不干净的感情 但是在这里啊 小罗告诉你 男人在外面有了不干净的感情以后啊 通常会有这些表现 你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他会变得很忙 男人如果在婚姻以外有了感情以后 他需要抽掉一部分婚内的时间去外面试混 所以你会觉得他变得非常忙 平常都是朝九晚五的 突然他是需要加班了 不仅是如此 连周末也要加班 他一个几年来没有出差过的工作 现在不仅需要出差 还动不动就在外面需要住上几个晚上 而且从来都不给你交代他的具体原因和时间地点 这种男人的感情就有可能是有毛利了 第二夫妻之间的亲密互动明显减少 亲密行为最能够表现出两个人之间感情的深浅 但是男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果他在外面已经吃饱了 回来以后当然就没有了欲望 所以男人如果对自己的妻子突然很冷漠 很敷衍 算是拒绝说自己很累啊 一次两次 他有可能是真的很累 但是长期的几个月 甚至是半年都是这种状态 那他就有可能是在外面偷吃过了 第三 男人会重新重视自己的形象 在婚内男人都活得比较粗糙 他可以几天不洗头 也可以衣服穿得很随意 但是自从有了新欢以后 他就格外注重自己的形象 出门的时候 西装革履 甚至每天都要刮胡子洗脸 而且他还要出门的时候 喷一点香水 这一切都有可能只是为了讨好外面的新欢 其次呢 就是男人还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改变 而常常这些改变却被妻子给忽略了 比如说 男人在购物清单里面会出现一些女性用品 但这些却不是你的 那就只能够说是别的女人的了 还有就是 男人常常会更换自己的手机密码呀 会整天非常紧张自己的手机呀 这一切的一切啊 充分的说明 他已经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情感